七名細衣因涉嫌濫發免針子被捕 政府早前宣布由他們所簽發的二萬張證書 將會在明天起失效 長洲覆核王郭卓堅不滿政府決定 上週日品高等法院司法覆核 要求法庭頒令醫管局宣布 兩萬張免針子無效一事屬違法 並進一步挑戰安心出行政策 要求叫停 案件今日聆訊 高院法官高浩文將司法覆核 正審排期至下週四進行 同時批出臨時禁制令 暫緩執行當局有關決定 直至司法程序完結 該二萬張免針子可暫時繼續有效